欢迎来到巴巴娱乐亚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诚意新剧身前笑点十足 吃瓜吃到自己头上 在诚意的新剧身前中 有一段让人忍俊不禁的剧情 不仅让观众捧腹大笑 也让主演诚意本人都忍不住嘴角上扬 这部剧以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和演员们出色的表演 成功吸引了大量观众的目光 我这是吃瓜吃到自己头上了 这句台词出自剧中云洪深一角 在他与文艳明密谋时 意外听到两位女生对他的赞美 这一幕不仅展现了角色间的默契配合 更通过轻松幽默的方式 拉近了观众与故事的距离 诚意饰演的云洪深在这一刻 展现出了不同于以往作品中的另一面一个 既有着贵族气质又不失亲和力的形象 而当他听到别人对自己外貌及性格特质 给予高度评价时 那难以掩饰的笑容仿佛比AK还要难以压制 这种微妙的情感变化被捕捉的恰到好处 为整部剧增添了不少亮点 除了这段令人印象深刻的桥段之外 身前还巧妙地融合了悬疑 爱情等多种元素 构建了一个复杂而又充满魅力的故事世界 诚意作为男主角之一 凭借其扎实的演技功底 将云洪申这个角色塑造得栩栩如生 无论是面对危机时刻展现出的冷静果感 还是私下里与同伴间流露出的真挚情感 都让人感受到了这位青年演员 对于角色深层次李婕宇全世的能力 特别是当云洪申德之外界对自己正面评价后 那份由衷喜悦之情 更是触动了许多人的心弦 它不仅仅反映了角色本身的魅力所在 同时也传递出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即使身处逆境之中 也要保持乐观开朗的心态去迎接每一个挑战 此外 值得一提的是 在拍摄过程中 剧组成员之间建立了深厚友谊 据透露 在片场休息期间 诚意经常会与其他演员分享趣事或者相互打气鼓励 这样良好氛围无疑也为最终呈现给观众的作品增色不少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深前不仅是一次视觉盛宴 更像是一部关于梦想与坚持的励志篇章 正如剧中所传达的信息那样 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自己生命中最闪耀的那一颗星 只要勇敢追梦并未知不懈努力 总之深前凭借其紧凑扣人心弦的情节设定 以及一众实力派演员精彩分成的表现赢得了广泛好评 而诚意在这部作品中所展现出的独特魅力 则无疑是其中最为耀眼的一抹亮色 相信随着剧情逐渐深入发展 还将有更多精彩瞬间等待着我们去发现 让我们一起期待接下来的故事走向吧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 现实生活中的诚意同样深受粉丝喜爱 每当出现在公共场合时 总能引发一阵阵尖叫与欢呼声 或许正是这份来自四面八方的支持与爱意 让他无论是在荧幕前还是幕后都能保持着那份灿烂笑容 就像他在身前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样 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与挑战 都能以最美好的姿态面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